艾琳 艾琳 進來 小凱莉 可樂她飯也不吃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啊 對呀最近可樂連零食也不吃 零食也不吃嗎 是啊 到底出了什麼事啊 給可樂吃什麼她會高興點呢 如果是我的話 吃蛋糕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蛋糕好像不行 小狗是不能吃的 哦 蛋糕 艾琳 我有一個好辦法 好辦法 快跟我過來吧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艾琳 進來 艾琳 看這裡看這裡 等一下 小凱莉 這裡是 咖啡廳啊咖啡廳 是這裡啊 我是不是來做了 不過 不管怎麼樣 我們來咖啡廳了 哦 哦 你好 哦 你好 我呢 想要葡萄奶昔 那這裡這裡 這裡有好多好吃的麵包呢 哦 我想吃這個 這個 這個也想吃 我要這個要這個 給我這些吧 這個是小狗蛋糕 哦 小狗 蛋糕 老師 快點告訴我們 怎麼做小狗蛋糕吧 好的 那我來教你們怎麼做 在眼前的這些都是做蛋糕的材料 老師 等一下 剛剛老師說 要做小狗蛋糕對吧 嗯 不過這些呢 都是我平時特別喜歡吃的食物 還有 蛋糕的話 不應該是有 麵粉 白糖 黃油 哦 用到這些材料才對的呀 是的 小狗如果吃那些的話 會拉肚子 或者的腸炎 可能是要去醫院的 所以呢 我們要用小狗可以吃的材料 來製作蛋糕 那麼 老師 用這些材料 能做出來蛋糕的模樣是嗎 當然了 我們一起做吧 哦 看老師的表情很有自信嘛 我現在特別特別期待 好的好的老師 那我們開始吧 好的 我來教你們 好 首先把小狗特別喜歡吃的紅薯去皮 先去皮 啊 要先去皮 去皮 那用刀的地方我來做 小凱莉呢可能會有危險 嗯 那你來去皮吧 好的 這個你可以做的 嘿嘿嘿嘿 但是 哦 我好像是啊 嘿嘿是吧 你知道嗎 嗯 我們可樂特別喜歡吃紅薯的 對呀 一聞到紅薯可樂真特別特別開心 哈哈哈哈 去完皮的紅薯我們把它放進去 哦 老師等一下 有肉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雞肉 稍微煮了一些 沒有完全煮熟 稍微煮熟 啊 啊 這個是雞肉啊 哦原來如此 朋友們 這是雞肉 雞肉 然後呢 用南瓜 去皮之後用黃色的部分 放進去 啊 這樣 我是不是很厲害呀 我怎麼這麼厲害 是 哈哈哈哈 啊 下一個是 我們要放蔬菜 嗯 這個是要用在小狗的眼睛和鼻子的 對身體很好的胡蘿蔔 啊 要切得很細 啊切得很細是吧 是的 要特別細 有難度呢 哈哈哈 好 艾莉 我要看看你的實力 現在我們要把兩個雞蛋的蛋清和蛋黃分開放 好好 現在是第二個有難度的地方 哈哈哈哈 好的第二個 好 怎麼做呀 把雞蛋的蛋清和蛋黃分開 哦 哦 哇 哦 好 艾莉真的好厲害 呀 開始啦 放蛋黃了 開始 讓進去 呀 很好 很好 老師 很多人做這個都失敗 你做得很好 哦 不知道什麼叫失敗 那現在呢 我們要弄成破壞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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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吧 轉吧 哦 朋友們 朋友們看到泡沫了嗎 哦 看到泡沫了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感覺特別軟面面的 朋友們是不是很像白雲呢 嗯 像白雲 嗯 那現在停下來 耶 哦 哦 老師好像做得很好呢 艾莉看這裡 要放頭頂上面確認一下哦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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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咳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那朋友们,这个泡沫有没有做好呢? 要放到头顶才能知道的 艾莉,挑战! 为什么让我做这个实验呢?老师 好,那我现在挑战了 等一下,艾莉,等一下 艾莉,等一下 艾莉,等一下 挑战,成功了,成功 做得很好,吓我一跳 是不是吓到了,真的是吓我一跳呢,真的 我的脸都红了 做得很好,好,那我们继续做吧 继续 一勺 两勺 本来我们只用米粉,但是担心小狗会发胖 所以我们要放燕麦 小狗,小狗还吃燕麦呢 哇,比我们吃的还好呢 比我们吃的还好呢 可乐应该会很喜欢的 对呀,要好好搅拌哦 好的 哦,要开始做了,哇 耶,这两个要搅拌 这个地方呢,跟做面包一样 不是乱搅拌的,不能让泡沫都碎掉 所以要小心,哦 艾莉,我也想试试 好的 刚才我看老师做的啦 要小心一些 我 إن 它很需要 是这样吗? 是的 艾莉你来吧 好的 2 老师好像完成了 现在要烤了 180度40分钟 40分钟了 现在朋友们 我们把它放进烤箱吧 登登 过了40分钟 就变成这样了 等一下 老师这个就是面包啊 是面包 天呐老师 怎么可能这么像面包呢 什么味道呀 是特别香的 饼干 饼干的味道 是那个味道 老师 厉害 真的 能做出来这样的面包呢 哇真的好神奇 但是呢 这些都是没见过的材料啊 这些是要做可乐脸模样的材料 所以准备了几种颜色的 把这些有颜色的跟奶酪放一块 奶酪 然后做出可乐的脸来 这个是奶酪啊 这是无盐奶酪 往这里呢 放进这些颜色粉 这个是巧克力粉 是的 小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因为会有生命危险 哦 不能吃巧克力的 哦 真的吗 是的 对不起可乐 天呐 哦 哇 对于小狗来说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有生命危险哦 哦 所以这个是有根蔬菜的粉 用这个来做可乐的颜色吧 哦 这样搅拌好了以后 用这个画可乐的脸就可以了 这完全是美术科呀 我们现在用它做可乐的脸 用这个吗 现在开始最难了 现在才算开始呢 哎 你等一下 真可爱 真的好可爱呀 是可乐 是吧 哇 真的可乐 已经是可乐了 不过爱丽 你今天真的很厉害 哦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 可乐的眼睛 鼻子 嘴 那这是刚才用的 我们再加一些粉 要再加一些吗 是的 这个要深一些 蓝莓 不是 胡桃 葡萄 葡萄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个食物 为什么 吃葡萄的话 小狗有生命危险哦 真的吗 葡萄和巧克力啊 巧克力和葡萄 对不能让小狗吃 一定要记住 哦 小狗 我天哪 因为我喜欢吃巧克力 我差点就给可乐吃巧克力了 我喜欢吃葡萄 哦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给 这个呢 是紫色红薯 紫色红薯 可乐 因为你特别喜欢吃红薯 所以我特地给你准备的 你不是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吧 嘿嘿 我们现在继续吧 真可爱 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带来一个微笑 微笑 这个 可能有点难度 但是我要试一试 没必要弄一个微笑模样的吧 是吧 嘿嘿嘿 我想弄一个微笑的 微笑 老师这个 我有点担心 您来做吧 我来做一下鼻子 呀 这个微笑模样 不过 说实话 我好像一次 都没见过可乐 做过这样微笑的表情 你怎么想的 我见过很多次啊 嘿嘿嘿 对我来说没有放弃 哦吼 哇 耶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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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吼 朋友们 已经做出来很好看的蛋糕了 味道我没尝过 不知道 不过做得很漂亮 虽然这个上面感觉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要放这个蓝莓 老师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苹果薄荷 小狗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吃的 嗯 能吃的本草植物 就是这个了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要放苹果薄荷 好好装饰一下吧 好 呦呦 哦 像这样 方方这个也很好看呢 这个很像小爱丽的头 小爱丽的头 是挺像的呢 对吧 啊好可爱 感觉像带了花花一样 是的 哇 朋友们给你们看看 我是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我特别特别喜欢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可爱呀 嗯 这个呢 我觉得可乐也会特别特别喜欢的 好 那现在做好了 那朋友们是不是也特别好奇它的味道呢 那 艾丽在朋友面前 尝一尝包 但是这个蛋糕人可以吃吗 当然了 刚才做的时候都是用人们能吃的食物做的呀 是吧 嘿嘿嘿 我呢 本来很喜欢吃东西的 现在怎么这么紧张啊 艾丽快点吃吧 好 嗯 我很好奇 快告诉我 能感觉到苹果薄荷的味道 嗯 还有蓝莓 嗯 什么味道都没有 嘿嘿嘿 嘿嘿嘿 很好 很好 那现在这个味道也尝到了 我们要好好包装一下咯 哦 哇 这个我想放进去 这个你放进去吧 好的 放进去吧 要好好放哦 这么放吗 嗯嗯 这么放 该要这么放 哦 好想这样 嘿 噓 噓 好了 能看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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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可乐 可乐应该会很喜欢的 可乐应该会很喜欢的 这个像在蛋糕店卖的蛋糕啊 是啊朋友们怎么样啊 是不是很好看呢 嗯 啊 爱丽现在特别特别期待呢 现在去给可乐蛋糕吧 太兴奋了太兴奋了 现在我们就去找可乐吧 可乐 等等我们 我们现在 要去啦 好玩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